花蓮县政府原民处主办的第一届知梦原声带 2024花蓮县原住民族新生选秀 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 希望借由活动发掘有潜力的原住民族歌手 提供展现才华的舞台 而报名的截止日期到9月23号下午的5点 而本次的比赛最高奖金高达新台币10万元 欢迎热爱音乐有歌唱天赋的主人朋友们踊跃报名 花蓮县政府原住民传处主办第一届知梦原声带 2024花蓮县原住民族新生选秀 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 比赛已经全面开放报名 凡是涉及花蓮县或是身份证字号 已有开头的原住民朋友们 皆可透过线上报名参加 出赛将在9月25号举行 由专业音乐人组成的评审团 对参赛影片进行严谨审查 选出15组优秀参赛者进入决赛 花蓮县政府第一次举办原住民族歌唱比赛 我们希望透过比赛来争选出最会唱歌的原住民 我们要培育音乐新人 所以我们并没有太大限制 只要涉及在花蓮或U开头的原住民 没有经济约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报名方式很简单 只要录制三分钟的歌唱影片 上传到我们的报名网页 在9月23号截止前上传 就可以完成报名 我们的出赛时间是9月25号 会有五位的专业评审选出15位参赛歌手 在10月6号会办理决赛 我们决赛的奖金很优渥 冠军有10万块 亚军也有6万 季军也有3万 欢迎爱唱歌的原住民朋友们 踊跃报名参加 详情请洽我们花蓮县原民处的官网 或脸书粉丝专页 幸福原住民平常处部落经济科科长 主持人表示 这次原住民族新生选秀歌唱比赛 为幸福首次举办 除了提供高额奖金 得奖者更有机会在太平洋 巴黎巴黎音乐节当中舞台上展现风采 希望透过这场比赛 让更多人听见来自原住民族的动人歌声 并为地方音乐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谢谢观看